首席主席炫耀 作為主席我跟大家分享我對今天的會的看法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各位市民都應該希望留意到 第一就是所謂涉及有沒有人隱瞞 去到幾高層次 以前工程總監王維銘就說他很遲才知道 今天中科班先生又說其實很早已經跟他說 這件事我覺得是屬於各有各說法 一定是法官的調查委員會去證實到底誰對誰錯 到底何時才知道 到底有沒有法子證實呢 因為沒有錄音就真的不知道 那個就是說屬於一個比較嚴重的指控 就是有沒有人說謊隱瞞 對我來說其實另外有兩三件事都重要的 今天政府很明顯回應了他們在這個工程上 監管港鐵是多鬆多鬆 基本上其實如果港鐵說要付錢 政府就要付錢 他們只不過是追足的文件 即是很傳統的政府部門的官僚要求 總之我要十件事 你少交一樣我都不付錢 你交足我就付了 他沒有說到他會質疑那十件事的內容 或者準確性 純粹就是差不多交足我就付了 那我聽到這個也是委託協議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呢 他是委託港鐵 信了他 對政府來說 我給了你幾百億 我有什麼理由還請幾百人去管理 所以我信足你了 你說付錢我就付 裏頭有什麼事情呢 不需要通知我的 他今天簡直說到 發覺有人閃鋼筋 你搞定他就可以了 是完全不需要通知政府的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 真是委託協議的致命傷 以後不可以再走這條路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呢 就是我今天 大家可能還未知道 我說什麼呢 這個就不是月台 這個呢 就是在紅磡站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港鐵組排承認 今年三月 是今年 是今年 今年三月呢 在那個隧道北邊呢 他發覺有漏水 結果撥爛了一面牆 發覺裏頭的鋼筋 接駁得不滿意 他今天才第一次承認 到底的真相是什麼 原來當時呢 那些撥爛了鋼筋呢 顯示呢 竟然有些螺絲帽 不是說剪短鋼筋 直接螺絲帽的蓋都沒有脫 這個是非常之 嚴重的一個犯規來的 因為一向是說 它 剪短鋼筋 是一個沒有法子 之中的法子 因為螺絲帽 花了 它扭不到進去 也叫做 你不接受也好 也叫做它無知 它硬來 是吧 但現在說的是 那個保護 那個膠質 都沒有拿走 很明顯 螺絲帽 根本沒有事 它都廢事扭 很不同 如果扭也不扭 竟然呢 禮頓 會得讓他們這樣去 所以我這次 就特別叫永光來問他 永光就是紮鐵那個 永光現在不敢來 那永光和禮頓之間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去簽確認指 叫政府給錢的 政府是照給的 你說傳出去 是什麼世界呢 是吧 變成了 我剛剛今天也有問 港鐵 它對於前線 這種作為 無論如何都要給一個解釋 這個所謂 司盜 承建商是這麼做 竟然有得它這麼做 跟著賭碩 是吧 要不就是它完全沒有監控 那港鐵是失色到位 如果有監控的話 就是它認為 螺絲沒有 那個膠質沒有拿走 都可以接受 這樣就出現大問題了 更嚴重 這個剪鋼筋 它不是解決 因為它解決不了問題 它簡直 根本就是 怎麼說 全心去欺騙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今天其實 帶出幾點呢 我覺得 那個委員會 一定要去跟進 整體來說 連續場 今天他們說了 就未認真做好 所以現在就不要搞字 不過始終呢 我自己擔心 就是如果 紅磡石子場 不撥爛少少去看 我們永遠不知道 裏頭發生什麼事 連這個情況 是沒有移除這個膠質 都可以發生的話 那就是 怎樣去解釋 現實世界是這樣呢 我聽到 外面反應 就說 香港 這些工程 那個要求非常之高 工程是高到 很多前線人士 其實做了久 就覺得 其實明明 帶一個頭盔就行 你總是要帶兩個頭盔 所以他們就自把自圍 將那個 規矩 和那個standard 自己執政去改 所以 為何你說會展站 明明要有支餐價 他不做呢 他可能覺得 根本 在那個情況之下 把支餐價 是屬於帶兩個頭盔 那 今天 這裏又看到了 為何他這牆 可以連這個膠質都不拿走呢 一定是有人判斷說 這些又不是壓力的 又不是一個所謂月台的 為何會承受這麽多東西 是吧 那不如索性 整個辣 廢鬼事扭進去 都不會事的 那這些文化 我們一定要改變 為何呢 紅磡就正正出事了 他們當時的判斷 一定是認為 不需要所有的鋼斤扭進去 有些剪短 有些直接扭都不扭 都沒事的 但是出來有事 是吧 所以我想 帶出今天整個會 給我的印象 就是 我們規矩就是一套 執行的前線 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時間 追回時間 超支 各方面 於是 他就把100分打個折頭 可能90分 可能80分 好了 可能他對的 但問題是我們不知道 到底他有沒有打了50分 打了30分 是不是 這個隧道 就明顯是30分 他有很多事情 沒有接駁的 所以就出事 就要搏爛他 我現在最關注的 就是月台 到底他們打了多少分 我曾經說過 我聽到是2成 是不是 那麼 2成會不會長遠有問題呢 專家就說有 短期不會有 如果不是2成就好些 那會不會超過2成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希望這一次事件 帶出 我們將來所有這些基建工程 是涉及 長遠50年 70年的營運 我們必須要跟足 所有的條例 前線的人 不可以 因為 他們認為 兩個頭盔是太多 我們覺得一個都可以了 那就自把自為去做 我覺得這個才是 我真是跟了這件事 這麼久 我自己小小的一個感受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 其實我想問一下 在北面水道的工程 其實你覺得最大一 現在是在於 可能永光 或者是禮盡 或者是孔潔的方面 就是永光 作為紮潔商 是不是 都叫做 是全執事件的一個主要 可能是 第二就是 想問回 港鐵之前 解釋回這件事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說 那個故事是很拆除的 是否覺得 港鐵這個說法就是 想答一下這件事 令公眾都 評估不到這個問題 我原本拿著這樣的照片 但是呢 港鐵今天 我也曾經說過的話 港鐵很多人是老實人 他們 看到一些事情 你真的問到他 他不來 他來你問到他 他真的忍不住不回答 是很老實 王志聰是老實人 就是說 他們港鐵是知道裡面 那個所謂不符合標準 竟然涉及 那個膠質都沒有 扭掉 這麼荒謬的情況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禮頓和永光之間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 是不是永光去做呢 我所聽到的 就不是的 似乎好像 這次呢 就是 禮頓 後來自己找人去搞 就不一定是永光在這裏做 那 范遜也出現問題 有 初初就說 范遜剪 跟著 范遜就說 禮頓叫他剪 那我相信問到永光 永光當然是說 禮頓 叫他你不用show up 我找人跟你搞 現在不知 那這些呢 就是 為何我最近都盡量帶出一些問題呢 因為我聽到那些 我想 貢獻給法官 讓法官查的時候 知道多少少 的 敏感的範圍 令到他可以聚焦 再去問清楚一點 我覺得這個才是反而最重要 很多人說 是不是重疊了法官做的事 但是說真的 如果不是今天開這個會 我們可能又知道少了些事情 那如果今天的會你們報道完 法官看完 可能他又知道多些 那他在六個月的時間表裡面 他就會醒覺 就會叫永光來問 是吧 就不只是 這個范遜 和這個中科 是吧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至於由現在到六個月之後 還有什麼事情 關於紅磡站爆出來的呢 如果真的有的話 可能也會幫到 法官的調查 那 剛才說 在公地上 發現了一些不應該出現的 石仔 或者 例如 加深影響他的成功量 那 法官會不會繼續更進 還是 優惠之後 他又說了 好像說三十二磡 一磡 所以 有一磡 不是他賭的 那這個呢 就是 他現在這樣說 但事實上是怎樣 那 我想法官都會調查 我的意思 今天我們所知的事情 一定都會進入法官的調查 我們這個會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 uncover problems we don't know 對不對 那今天uncover了 uncover了之後 那就是法官去處理 不是我們的贊助做這件事 Mr. Chen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problems at the militant tunnel actually reflects an even more serious problem with the MTR compared to steel bar being cut I'm surprised you asked that question All along the reason given for cutting steel bar is that the couplers were damaged so they encountered great difficulty in twisting the steel bar into the coupler All right and some people have the smart idea that maybe we could just fake it as long as it's a small percentage it will not affect the total thing so I don't think anybody would agree with that but still at least they did it because they encounter an insurmountable problem No removal of the rubber protector means they don't even know that the coupler is faulty they simply just skipped the procedure all right which means basically that all the government money pay to MTR to then pay to Layton to then pay to the subcontractor we don't really know whether we are paying for work that has been done or work that has never been done the non-removal of the rubber stopper means we are paying taxpayer money for work that has not been done it's not even about whether the work is faulty it basically was not done now that to me is very very serious all right so this is something 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find out and it's the the culture it's the reason behind why people do these things there's no reason at all all right simply because they want to make more profit they want to you know take the money and save on time and expenses in which case maybe our whole our whole tendering system needs to be completely overhauled maybe the timber price should be way way lower than what they are one thing i cannot accept is paying for work that i have no assurance whether they're not done whether they're done ok that's even worse than whether the work is quality or not that is absolute you know being taken to the cleaners and i don't feel good about that